本節目是遊客製化帽子專家鋼鐵秀贊助播出 哈囉大家好我是許若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稀奇古怪的宗教 這次要為各位介紹的就是 耶和華見證人 Jehovah's Witnesses 如果只是聽到耶和華這三個字 應該很多人都會誤以為這個宗教應該是基督教底下的某個派系 但事實上正統的基督教 完全是把耶和華見證人當作是邪教來看 但耶和華見證人則認為自己才是正統的基督教 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邪教 事實上全天下四千多個大大小有的宗教 每個都說自己才是正統宗教 別的宗教都是邪教 反正就是一種真正的高級詐騙集團 說別人才是高級詐騙集團的概念 但別傻了好不好 你們通通都是詐騙集團好嗎 耶和華見證人的發起人叫做查爾斯羅素 Charles Russell生於1852年2月16日 父親是一位裁縫家 他16歲的時候就發現了聖經裡 其實有很多不尋常而且矛盾的地方 所以當時他就立志要把整本聖經 變得更加不尋常還有更加矛盾 而且他還真的做到了 1870年也就是他18歲的那一年 當時很流行兩種東西 一種叫做末日理論 一種叫做耶穌再復活理論 但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相信當耶穌再度降臨人間時 就代表世界末日要來了 當時有很多位牧師都曾預言過 1874年耶穌會再度降臨人間 搞到一堆人都因為害怕下地獄 所以紛紛悔改信基督 但1874那一年所發生最偉大的事情 其實是有人發明了傳統殺蟲劑DDT 專門用來噴耶穌這個害蟲的 羅素29年那一年創立了 席安守望台書社 也就是耶和華見證人的前身 雖然他宣稱自己是合格的牧師 但也曾被人爆料出 其實他根本就沒有牧師資格 而羅素本人則是這樣回應的 欸這個嘛 我是根據聖經的模式在走的啦 是上帝親自派我來的 所以不需要經過誰的認可 大家說對不對 羅素後來在1916年10月過世了 享年63歲 在他死亡的前後幾年 總共經歷了兩次分裂 直到1931年7月 才有了耶和華見證人這個新名稱 那為什麼會被基督教認為是邪教呢 原因非常的簡單 因為他們雖然相信聖經 但他們卻只崇拜耶和華本人 不拜十字架 不相信三位一體 也不相信有天堂和地獄的存在 除了以上這些異常點之外呢 他們做禮拜的地方也不叫做教會 而是叫做耶和華王國聚會所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稱的時候 他以為裡面會有卡拉OK包廂 或是有小姐在裡面坐台之類的 害我進軍之後有點小小失望 他們說使用的聖經也不是一般的那種 而是耶和華見證人的新世界藝本 並且宣稱這本才是真正的聖經 閱讀其他版本的聖經都會被上帝給毀滅 然而他們最屌的地方就在於 堅守所謂的完全中立 他們認為所有人都是亞當和夏娃的後代 應該要一視同人不分膚色、種族還有國家 所以他們中立到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 不對任何國家的國旗、國徽或是偉人敬禮 不向任何世俗團體和個人宣誓效忠 然後也堅決不當兵 就算要當兵最多也只能服替代役 因為他們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軍事訓練 所以之前在台灣也曾發生過 因為信徒不願意當兵而被判軍法的事件 換句話來說 在耶和華見證人的眼中 一本聖經是大過於國家憲法的 甚至超越全宇宙任何的法律 另外他們也不相信風水星座算命塔羅牌之類的 因為他們覺得那是迷信 他們也不慶祝任何的節日 包含聖誕節、復活節、感恩節 這三個對基督徒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的日子 就連我們中華文化流傳永久的過年清明中秋端午 就連自己的生日也都不慶祝 為什麼他們會有那麼奇特的教義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 一般的宗教都相信死後有來生 也就是說你只要夠虔誠 不違反教義或是不做壞事情 你死後就會上天堂 反之則會下地獄 但耶和華見證人擁有超多世俗的思維 他們認為人只要死了就是死了 沒有所謂的永生和天堂這種東西 因為他們相信再過沒多久 地球的末日就要來臨 但是哪一年會來並沒有名講 因為他們之前已經分別在 1874191419201938194219619661984年 向世人預言的世界末日 他們還曾經預言聖經裡的那些先知 全部會在1925年復活並重返這個世界 然後每一次預言失敗他們都有很完美的理由 上帝決定再給人類多一點時間來悔改 好吧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們認為 當那個不知道何時會發生的世界末日來臨時 耶穌基督會率領他的天兵 和現在地球的統治者撒旦 展開一場激烈的戰爭 在聖經裡叫做哈米基多頓大戰 並且使用非常特殊的高科技武器 所以不會傷及無故的人類 大家不用太擔心 至於反抗耶和華的那一方 則完全沒有任何勝算 他們會被徹底的剷除 在戰爭過後 上帝會施展超能力 把地球上一切的不平等都給消除 所以這代表著 我們大家以後都會變成 身高長相膚色都一樣的人妖囉 新的政府將會以耶穌為首 他會在這片土地上統治一千年 到時候整個地球都會變成上帝的王國 讓所有人都有機會重新認識造物主 放棄其他錯誤的崇拜 那地球上所有土地 將會分配給那些極度虔誠的 VIP耶和華見證人 一起共同來管理這個世界 他們還會得到一個完美的身體 不會生病不會死去 永久沒有煩惱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大家 這個名額是有限的 全球只限量十四萬四千人 剩下的人就要被統治 如果不聽話還會被懲罰 你現在心裡面應該想說 全球大約有八百五十萬個 耶和華見證人信徒 而名額只有十四萬四千人 應該早就額滿了對不對 我也是這麼覺得 所以我還特地上他們的官網去查詢 結果發現他們目前顯示 有資格可以成為永久VIP的 現在只有十一萬九千人 也就是說大約還有兩萬五千個名額 媽呀你們還在等什麼啊 請各位趕快播打報名專線 50709941087 我認真來說就是一個白痴 不過說真的 我相信腦袋裡沒有進水的正常人 應該都不會相信這個才對吧 那為什麼那些信徒會那麼執著呢 這點我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雖然他們預言世界末日從來沒有成功過 但是在預言末日來臨前的徵兆 可說是相當的準確 一共有四個預言 每個都準到讓你心裡發寒 第一國家和民族之間的衝突和戰爭不斷 第二全球地震將會頻繁發生 哇操真的好準 你們知道地球平均每天都有三十八起地震 第三全球各地都會發生飢荒 第四惡性的傳染病會不斷發生 這個我真的已經不知道從哪裡吐槽了 所謂的預言應該是要有確切的日期地點還有事件 才能夠被叫做預言而不是只有單純的事件 那不然只要是有機率會發生的事情 人人都可以當預言家不是嗎 以上講的這些奇特的教義 如果你本身並不是見證人的信徒 其實聽一聽笑一笑也就算了 但是我現在要講的這個東西非常嚴肅 就算你不是信徒也要注意 以免莫名其妙的被吃上官司 葉恩華監證人裡最獨特的一點 可能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了 就是他們不能夠圈血也不能背書血 可以吃肉但不能吃帶有血的肉 因為這樣會害他們犯了大忌 瞬間無法成為高級的VIP 也就是完全被排除在十四萬四千人之外 但什麼樣的情況算吃到血 每天教會和信徒的認知又不太一樣 就像豬血糕啊鴨血湯之類的食品 有些信徒覺得可以 有些信徒則完全不碰 所以如果你身邊有人信耶和華監證人 要特別注意不要帶他們去吃一些 可能會觸犯教條的東西 國外就曾經有人因此被告 而且還被罰了很多錢 不過我覺得最為難的應該就是醫生了吧 因為信徒通常會在皮包裡放一張禁止書寫卡 而他們就算病危也不書寫的理由很簡單 第一因為教條規定不可以被書寫 第二他們認為以現在的醫療技術 其實有很多方法都可以救活病人 不一定要靠書寫 第三萬一書錯寫或是針頭不乾淨 反而會導致病患被感染甚至死亡 那麼現在問題來了 如果你是一名外科醫師 今天有一名重傷患正在大量出血 旁邊的護士拿了這張禁止書寫的小卡給你看 以你直到將近20年的經驗來看 現在的情況除了書寫之外 沒有其他方法了 這個時候你會怎麼做呢 A不理會禁止書寫卡 再怎麼說醫生就是要想辦法救人一命 雖然說病患可以被救活 但家屬完全不會感謝醫生而是感謝主 而且事後家屬還會對你提告 說你一點都不尊重他人的信仰 還是B除了書寫之外的方法 用盡最大可能想辦法救活病人 但事實上根本徒勞無功 最終病患仍難逃一死 而事發後家屬會先感謝主 因為上帝沒有延長他的痛苦 然後接著再向你提告說你沒有醫德還見死不救 以上請選擇 大家可能覺得我在開玩笑 但類似的情節確實真實上演著 兩種情況都有醫生被提告過 而且都有被定罪的案例 其中最大的問題就在於那張禁止書寫卡 他的背面寫了一大堆秘密麻麻的小字 讓人看得眼花撩亂 我簡單的翻譯一下給各位 身為父母的我們非常在乎孩子的權益 您好我們是虔誠的耶和華見證人信徒 所以我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書寫方式 因為書寫可能會伴隨著罹患肝癌性病 或是其他傳染病的風險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好預防 在不書寫的前提之下 我們同意您可以使用抑制出血 或是可活化紅血球細胞的儀器或是藥品等 如果我們的孩子情況相當不樂觀 也請您儘速與我們聯絡 我們有認識一種專業醫師 他們會尊重我們的宗教以及信仰 並且可以在不進行書寫下隨時進行匯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張小卡有幾個非常明顯的問題 第一 當醫生看完這張卡片後 已經過了至少20秒鐘了 如果還要把醫生看完後 探氣的時間也算進去的話 至少還要再加個5秒鐘 在病患大動脈破裂的情況下 25秒已經足夠讓他的血液流到光了 第二 整張小卡其實只有一個重點 就是趕快與我們聯絡 我們有認識可以處理這種情況的醫師 那麼現在問題來了 為什麼不直接留醫生的電話呢 你知道先打給家屬 家屬再打給醫生中間會浪費多少時間嗎 因為普遍家屬都聽不懂醫學術語 而人性很奇怪 你明明就不了解當下的情況 但因為是你自己的孩子 所以你還是會想要問醫生一堆問題 但事實上你根本就聽不懂 就算直接打給那個宗教醫生 原本的醫生也必須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告訴電話的另外一頭病患的情況 還有他接下來的程序 無形之中已經浪費了不知道多少時間了 更何況以上這些假設都還沒考慮到 對方是否能立即把電話接起來 萬一孩童的父母正在騎摩托車 但是手機放在包包怎麼辦 萬一那個宗教醫生 當時正在廁所和馬桶搏鬥中 手機又不在身邊怎麼辦 所以我很想跟那些宗教團體說 不要做事做一半好不好 你們不想被書寫是你們家的事 但前提是不要影響到別人吧 如果那張小卡片上面可以改成 此病患為耶和華見證人信徒 嚴禁書寫 請聯絡某某醫院的某某醫生 電話號碼是多少 與該醫生聯絡上之後 此病患的責任將全權歸屬於該醫生 那如果您無法於兩分鐘之內聯絡該醫生 麻煩還是請你不要書寫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我們保證絕對不會向您提告 醫生謝謝辛苦您了 這樣不是會好很多嗎 最後我想告訴各位 雖然耶和華見證人的信徒 常常向別人宣揚他們良善的那一面 例如他們沒有性別和種族偏見 要樂於助人 要多做善事等 但我在這邊也想講一句 你不需要靠宗教也能做到這一點好不好 難道今天沒有信仰 你就不知道該如何幫助別人了嗎 自己想一想吧 所以這一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歐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歐碎碎唸 我們下次 見